又有一个花友的三脚梅养的不完事案了 寄给咱了 咱们继续给它挑战一下 帮它救活一下 那很多时候我说了 花友我也想找你寄养 找我寄养可以联系我们后台 免费的 快递费自己出养死了不赔 这话我们理解一下 咱又不是说你这个东西挣钱 咱们也是为了分享养花知识 好 先打开 打开之后看到的状态还是比较OK的 三脚梅啊 乐器啊 你只要是给出光照 其他都很好说 你一般这些给养得不好的花友 都就是环境不适合 哎呀 哎呀 他洗根换土了呀 这位花友 哎呀呀呀 你是不是洗根换土了呀 这位臭包 洗根换土不是不行 是可以洗根换土 洗根换土呢 你就用削好一点的土 别将就 要不你就别洗根换土 这个就是花友洗根换土之后 出现的不服盆 就是不适应 然后呢就出现了这种 浆苗就不长了 然后呢时间长了以后 越来越不哇塞 它现在的根系也没怎么生长 还是它用到的这个土不哇塞 这个土不行 这位花友 是吧 你如果说洗根换土是可以的 然后呢你还 你说你洗根换土就洗根换土吧 你还后期浇的水还蛮多感觉 它原本的这个土挺好的 你看它很松软透气 原本的土挺好的 你为什么要洗根换土 它原来的这个土 比你后来换的这个土 要好很多 这位花友 交给我的话 我就 我做主了 我就把那些个老根烂掉的 我都给它剪掉了 这个花盆有一点点的小 咱们换个略大一号的 洗根换土之后呢 咱们就换花盆 优先选择烧浅一点的盆 这种深盆呢 你换盆是可以 你洗根换土不建议很深 不建议啊 也可以用 这个更适合一些 你看都是排水透气 加土 你洗根换土啊 一直跟花盆说 你既然洗根换土了 你就换好一点的 老花一的一个通工配方土 用了多少年了 卖了多少年了 都很哇塞 你就买一份好土 不要埋得太深了 加土就行了 到了这里有的话说 老花一我看你埋得就挺深的 埋得一点都不深 我这样往上一提 第一是土壤跟根系充分接触 第二呢 往上一提 它也不这么深了 对吧 这不就OK了吗 总体来说就这样子 接下来呢 咱们就配药 老规矩啊 生根剂跟杀菌剂用上就OK了 别的没什么 你之后太阳是可以给 别爆晒就OK了 这次呢 我用到的是小黄二号 因为这个便宜啊 很多话反应也好用 又便宜又好用 还有一个就是生根液 生根液会玩的 加上 有条件的臭宝 其实用点厄梅磷是最好的 但是很多话有贵啊 这一小瓶卖30块 有的话我总是嫌贵 所以说呢 老花一就 找到小黄二号给大家做了替代 搅拌均匀 为什么拿它这个杆子来搅拌均匀呢 它这个杆子 我准备做来 填插一下 烧泡一下 能插活就活 插不活就拉倒呗 插得玩呗 你要是把牵插嘛 浇水啊 这边水给它浇透就ok了 之后呢光照可以给别暴晒 这四刻呢 就不要晒什么太阳了 这顺便把三角梅的牵插也交给你们了 有话说能活吗 你管那些个 你插得玩是吧 你又不是讲求什么效率 活不活的呗 不活对你没什么损失 活了 这是个意外 挺惊喜 是这个道理吧 你看 这就是三角梅的一个救治 给大家总结一个点 你洗根换土不是不行 ok 换好土 要不咱就别洗 不如原来的导弓那啥 再一个呢就牵插 现在你就切成我这种杆杆 你插完呗 也是用点好土 用点杀菌药 用点生根菌 万一活了呢 对不对 好了学得不错 今天点关注 每天会给大家分享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衣 养花最仁衣 白了车包 哎 嘿嘿 嘿嘿